最近在處理一個公佈門的案子 然後我們叫ACOPY出去的時候 長官看了就說 有一顆市井的畫面裡面 有政治人物的看板 所以不能用 尤其是最近選舉也進了嘛 所以還蠻敏感的 於是我們就做了一下處理 結果身邊看完處理後的畫面 就跑來問我說是用什麼AI 因為他試了很多AI 結果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或者是這樣 所以並不是什麼時候 AI都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或者說AI應該要怎麼用 可能還是會有些講究 那今天就來分享這個實際的小案例 這一招其實非常適合初學者 因為非常的簡單 那AI修圖現在雖然很盛行 但影片相對來說比照片複雜很多 那除了要填補像素 還要去做前後針的比對 不然影片會不流暢嘛 可是這些AI的移除物件功能 說白了都只適合去做很粗糙的修補 那如果你的畫面背景是樹林 或是海浪沙灘之類的 那可能還OK 但像是我們這次的case 背景可能就是很多靈角方針的建築物 那你用AI直接去插就會很好笑 那今天就教大家怎麼用Premiere Pro 跟PS來簡單的做處理 不需要用到A1 所以其實非常簡單 那我們常常在拍一些政府的案子 或者是建案廣告都會用到這一招 那我們在拍攝的當下 其實心裡就會有個底 現在這個畫面可能回去之後有某一塊 我們必須要把它處理掉 那因為這種方法它不用經過A1 所以很簡單嘛 但對於素材它會有一個條件就是 不能有前景遮擋或者是經過 然後不能有運鏡 那有運鏡的話 可能還是用A1去處理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手持造成的輕微晃動的話 那還好 只要不是什麼左右Pen啊 然後軸穩定器啊 或者是用滑軌拍的這種 Dolly In Dolly Out的畫面 也就是定卡的畫面那就OK 然後膠段最好也不要太廣角 那機身也不要去開太高的這種電子積極防抖 那不然畫面邊緣的變形啦 如果不小心太劇烈太明顯的話 到後製也會很棘手 那最好是拍攝的時候就上腳架啦 去避免後面的麻煩 那進到Premiere Pro後製的時候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畫面給穩定住 除非你確定畫面已經非常穩了啦 否則進Premiere之後 最好還是套用一下這個Warp Stabilizer 穩定的效果 然後去選擇No Motion 也就是把畫面完全固定住的意思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得先把顏色給調好 或者是大致上調好了 因為等一下這個部分我們要用AI來填補 如果是Log的色彩啊 可能AI填出來的東西會相對的太過飽和 那以上這兩個步驟很重要 所以都要先做好 好那現在直接帶大家來跑一遍 我們已經把顏色調好 然後畫面也穩定住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畫面是固定住的 好那就像前面說的 這個部分這個區域是不會有前景經過 或者是遮擋住的 所以它才可以用現在這種方式去做處理 好那怎麼處理呢 我們按下這個 擷取這個畫面 那如果沒有看到這個按鈕的話 這邊加號按下去 會在這邊 你可以再把它拖到下面這邊來 好我們現在先截圖 好那進行截圖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import into project 就是截圖之後把它一樣匯入 導入到我們現在這個專案裡面 勾起來 按OK 它就會把這個畫面變成一張圖 然後會變成圖檔 把它導入到我們的專案裡面來 那我們就拉到上面 現在上層 第二軌就是這張圖片 然後我們按右鍵 在PS裡面去做編輯 它就會把它切換到 這個photoshop裡面來 好那接下來這部分呢 我們就會用到 今年PS最夯的功能 就是所謂的AI填充 先放大這一塊 然後看你要用什麼方式去選取都可以 那我這邊直接用套鎖 比較簡單 然後把這一塊選起來 好選起來之後呢 下方會出現這個深層填色 直接按下去 那你當然可以寫說就是 你這邊填充要用什麼物件來填充 或者是你也可以不寫 它就會自己去判斷 我們讓它自己判斷 就這麼簡單 現在AI填充非常的聰明 那現在這個深層的條件 它支援中文 所以你可以直接打 很好玩 然後它一次會深層三種 可以自己去選擇 我們還是用比較中規中矩的 我們後來就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直接儲存 那它是要存成PSD啦 那如果說改來大概就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把就是影像全部合併 合併之後再儲存 它就會覆蓋原本的這個截圖 那也許你會想問說 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透明圖層帶回去就好 背景就不用留了 但我個人還是會習慣把一整張圖帶回去 因為我可能還會再重新拉一次遮罩 然後我們再回到Premium 直接選擇上層的這個JPG 然後打開Effect Control 然後這邊透明度這邊可以直接拉遮罩 我們就直接拉一個 所以你看我拉的其實還蠻高的 要把這一塊給遮起來 那拉好之後呢 我會建議你這邊它這個Mask 我們這個遮罩你加一點雨化 Fitter這邊你給它拉稍微高一些 也不要太多啦 就是稍微多一些 這樣子跟比如說上面匀層如果再動 這塊就算沒有動 也不會太奇怪 那如果說你還是覺得這邊的匀層 必須要動 因為你可能這個畫面是縮時 那縮時的話 雲層就會動很快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要嘛就是你讓天空的雲都不要動 要嘛就是你自己去找另外一個動態的 這個雲的圖層把它覆蓋上去 那去哪裡找這些素材呢 可以參考我們之前介紹過的Invato Element 上面有各種雲層的動態圖層可以讓你去下載 你就把它覆蓋上來就可以了 那這一招對於內行的人來說並不高明 也許是家常便反 但對於初學者來說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因為非常簡單的 那尤其很多時候你在拍攝當下 有一些元素你就是閃不掉 或者是你不希望為了避開某一個東西 而犧牲你的構圖 希望今天這一招可以幫助到大家 我是傑克森 專業創作者找好方法 還沒訂閱我們的 先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